此前,CBA有几位球员,因为对裁判数前,故意顶撞裁判,都遭到了中国蓝鞋的处罚, 也得CBA老本高瓦比赛进程,也受到了蓝鞋的追罚。 相对来说,与蓝派场因为激烈程度不如CBA,所以WCBA很少为中国蓝鞋追加处罚。 不过,最近WCBA在场上的一幕引起了全民的愤慨,北京时间2月23日,WCBA北京手钢,地震新疆米兰。 新疆外员对北京手钢学员高宋,做出了肘筋动作,高宋面对受到肘筋,定时鲜血直流,当执主裁判也对新疆外员做出了雷体犯规的判罚。 赛后,高宋因为面对严重骨折,鼻血和面对被迫接受了四处手术,高宋也将被迫修正多场。 有球迷表示,外员的这次肘筋太热烈了,估计会受到中国蓝鞋的追加处罚。 此前,姚云和中国蓝鞋随对西中,中国蓝鞋和约道、叙利亚进行的两场世界端力选赛,这次做客需要赛场蓝鞋益胜依附。 事物财索政绩,则达到了七十五次。 近日,王明贵和中国蓝鞋的小伙子飞回国内。